休士顿Local News Time 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那么今天新闻的一开始 又是和听众朋友们谈到 最近孩童的暴力枪击事件 真的是有明显巨增的迹象 那么在昨天晚上9点54分的时候 警方表示在休士顿西北区 一名年仅9岁的小女孩和她的母亲 在家里面被另外可能是母亲的男友 或是什么人 反正对他们母女开枪 经过妈妈重伤 可是女儿却因此而身亡 那么这是在昨天美军还和听众朋友们播报 一名7岁的小男孩在家中公寓睡觉的时候 被外面drive by shooting也因此而丧生了 不仅如此 在昨天应该算是今天凌晨吧 两点钟左右 在休士顿的东南区 警方表示有三名青少年年纪 从12岁到15岁 他们三人骑脚踏车 在路边休息 坐在这个安全岛上的时候 居然被另外一名穿着炮头衣 戴着面具的男子 经过向这三人开枪扫射 结果三人通通中枪 其中一名12岁的男孩 现在生命危机很可能会因此而丧命 另外两名男生 则伤是严重 但是稳定 所以说这是在过去两天之内 已经有五个孩子 或是更多受到枪伤 甚至受到枪杀的情形 在舒适顿进入暑假之后 可以明显的看到 孩子们被这种暴力事件的影响 有明显直线上升的迹象 那么在这边 也特别呼吁家长们 尤其是您的孩子未成年 为什么会让他在深夜两三点钟 还不在家里面 在外面和朋友游荡 就是明显增加了孩子们 遇到危险的机遇 那么现在整个Houston的治安 已经是到了 令人无法想象糟糕的地步 另外 这则 这个是在开枪射击 在路上开车子 结果被消消 消的是刻意的 还是roll rage造成的伤亡情形 警方表示是发生在昨天晚间 7点40分左右 于45号公路 望南的方向 那么这名女子在车上 和自己的男友和两名 她的孩子 在开车的时候 居然被另外一部车子 开枪射击 结果她不幸当场身亡 现在警方还正在调查 这个案子 好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那么知道最近 这一个星期的气温 都是十分的酷热 那么炎热指数呢 已经超过了华氏100度以上 如果在这个时候 必须要你在户外 站个20 30 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大概不中暑都很困难了 可是呢 这正是现在 如果您要去 中修Security Office 社安局办事 所会看到的景象 那么现在许多人 在社安局外面排队 因为呢 没有办法进到室内 或许室内的座位已满 而在外面的这个大太阳下面 站着排队的人 不乏是来申请退休金的老人 或是身体有残障的人士 或是有疾病的人士 所以这种景象呢 十分的精心 而即使许多人和 Social Security Office联络之后呢 却没有见到他们有任何 要解决这种危险现象的举动 导致社安局表示呢 许多的申请步骤 都可以上网来解决 希望大家尽量的采用网上的服务 不需要自己往社安局上去申请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 Carlos Aguilar 他是 这个叫做Texus Central 就是专门来申请 要在日后为Dallas和Shokston之间 所建造这个 High Speed Railroad 或是我们讲到像是 日本的炮弹火车的 这个高速高铁的CEO呢 他在日前表示辞职了 那么辞职的原因表示 他和Texus Central的 应该是持股人吧 和整个公司的方向不一 而让他感到灰心 因此离开了这个CEO的职位 那么现在到底Shokston和Dallas之间 有没有办法在预期的2026年 能够成功的建造这个高铁 目前似乎看来希望不大 因为呢 目前前面的难关重重 除了是如何能够 有确定的资金来支持 这一个项目之外 再来就是沿路的这些私人 商家们已经纷纷的 向这个高铁计划发出了诉讼 诉讼的原因不外乎是 说高铁可能影响到 他们做生意的机会 或是他们认为环境的污染 或是认为政府来征收 土地的不公等等 再来呢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些问题 到目前为止 这个高铁计划还没有得到 德州的这个叫做 Service Transportation Board 应该是地表交通委员会的通过 所以也不难看到 为什么Texus Central 它的CEO现在十分的灰心 要辞职 另谋高就了 好 再来看一下Harris County的法官 Lena Hidalgo她将会在 今天提出这个法案 希望得到Harris County里面 其他法官支持 就是说她要使用4800万美金 在Harris County来服务 这些可能是贫穷 或是收入比较低的家庭 让他们的年幼的孩子 能够去更好的幼儿园 接受教育 更好的幼儿园 来对这些需要上班赚家计的父母们 有一个可以说是 由政府支持的 这个好的幼儿园计划 那么他的计划中表示呢 将会在这些 配就是负责老师薪水 至少老师能够拿到 每小时15块新资的 这所谓比较高级的幼儿园当中 有10%是留给 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孩童们 那么将会在今天的 Harris County会议上 接受表决是否通过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两则新闻 是跟这次发生Uvalde小学谋杀 集体屠杀案有关 那么现在舒适顿的 这个Galina ISD呢 表示他将会在学校 校区 以及各个的校园内 增加19名新的警察 来帮助巡逻 并且保持校区建筑物 和校园的安全 目前Galina ISD 整个校区不过只有25名警察 来负责26个校园的安全 所以说再增加19名警察 明显的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德州州长 Greg Abbott表示 他秀出了当时在Uvalde 他接到Uvalde 这个小学屠杀案时候的 这些讯息 表示呢 他当时真的是不晓得 这一个凶手 是在案发70分钟之后 才被制服 因为当时发生案件 不久 他马上开了记者会 表示呢 当地的警方 已经有效地控制住场面 并且将凶手制服了 结果在三天之后 他到了Uvalde 才知道原来凶手 在教室内 警察在教室外 70多分钟之后 才进去将凶手制服 他感觉到非常的气愤 那么当时 有许多人还怀疑 这个州长啊 是完全这个不晓得 当时发生的情形 而州长后来也拿出 当时他所手抄记录下来 人家可能就是执法单位 给他的讯息 上面的确是写着 执法单位已经有效地 控制住场面 也就是表示呢 连州长都被瞒在鼓里 到底当时执法单位的情形 是如何 那么当然这一次呢 也明显的证明 州长对这一次 执法单位的这个通讯不佳 和整个措施失败 州长是完全清白的 好的 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明君为您翻译 编辑播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 星期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